大家好,我是刘伟医生 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 减少盐的摄入对于降血压的好处 首先,盐的摄入跟我们的血压水平是正相关的 就是说,咱们吃的盐越多 那么我们的血压就会越高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想知道我们的血压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 血液越多,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 我们平时吃的盐中还有钠粒子 而钠粒子它具有吸水的作用 就会将水吸到血管里边 通而使血管壁承受更多的压力 所以说,长期吃比较多的盐的人就会容易得高血压 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盐是比较合适呢 正常来说,每个人每天摄入小于6克的盐 是很好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我们做的菜往往会增加 酱油,偶尔咱们还会吃一些火腿 所以说,咱们每天摄入的盐一定要控制在总量比6克少 基本上对于一些轻度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长期的控制好食盐的摄入量 对于降血压有很好的作用 好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